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诗留下的纪念六千多首 他最后一首诗 他写的他临终之前写的最后一首诗 这个叫《诗儿诗》 他说 人死方知万事空 但卑不见九州同 王诗平定中院日 家计无往告懒 他正是很悲愤难得写出来他的诗 所以《诗儿诗谣》这些诗 他们都是在这种悲壮的清廉的气面当中生产出来的 所以在充分了阳光之美的同时 表现出了一种深层文化的底力 这个阶段就是江湖的快班 这是他的刻画 江湖的快班 使他们富有很强烈的时代的特别 还有地区的特别 那么这个临终谣跟他不一样 临终谣是玻璃法白 另外这个他也要比他白 临终谣的底没有这个江湖的快班 临终谣的底是加沙子 加白色的沙女 所以这个药州谣跟临终谣是学习一样 药州谣而起的 稍稍的风格很相似 稍稍的风格很相似 但是呢 他这个底子啊 这个江湖的快班跟他不一样 然后他的底啊 多多少少流行 白色的石英沙女 所以就这么把它分开出来 然后呢 这个临终谣啊 他以印花为主 药州谣呢 是以刻花为主 临终谣无论是刻花、画花、印花 花文都很清晰 花文都很清晰 他就是印花印了以后 他用刀瓦把它修啊 修得像刻花印的效果 那么临终谣呢 那么临终谣呢 印到以后啊 就用七米碗把它 把它给盖住了就是了 所以临终谣的印花 比较模糊 临终谣的刻花是极少 但是呢 他的这个 印花 比一个药州药末 这是我们 这是掌握得配的 那么那个 这个 而且呢 他的这个 这个又无有揣月 他又先喝 鸳鸯 然后松山芽 鹅 鱼 鱼 鱿鱼 鱿鱼 就是水波鱿鱿鱼 还有飞蛾龙凤等等 文字上呢 taki ない人 在花文上,写上皇帝的年款,这也是比较少有的。 在花文上,写上大官典军,政河都是比较晚期,还有请关记,还有请关记,其他就一把年,三把年。 然后,这个要重要的晚期,晚期就是金元明的时期,金元明的时期,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别,就是要重要的晚期,所以四个方面的特别,第一个它继承宋代的风格,还有今代有些优秀作品,如月白佑,月白佑,那么这个气氛很大,这个比较优秀的国家。 这个就是金代的,这个是北宋最晚期到金代的,再往上。 这是北宋时期的,你看,北宋中期的,北宋中期,这个双宋文,双宋文,这个看得非常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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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虽然不是很精细嘛,但是很雅致。 这个,这个,这个就非常的,经济价值非常的高,经济价值非常的高。 这是北宋晚期的,北宋晚期到金代的,已经到金代的,但是这种又出现了,就是北宋末期的,到金代的,到金代的,到金代的。 这是明显的,这是金代的。 啊,这是,这个,这个,北宋中期的,啊,北宋中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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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花很大,刻花大的这个刻花。 这是比较,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那么,这个,呃,保持了,这个,这个,啊,金代呢,保持了,这个,啊,金代呢,保持了,北宋后期的水平。 但是呢,也,为这个,这个,原民时期啊,啊,便利的基础。 原民时期呢,这个是要对啊,由于,有这个,这个,紧德政的,地址突起。 所以呢,水平下降,它还在生产。 而,第二点呢,就是金元民时期的,硬花争夺。 硬花呢,繁花是挺,有如直井一样。 啊,六岁呢,秦代有爱有勤,但大多数月白色,还有淡黄色,质地比较粗,这一类的。 但是呢,有的租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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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社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小火烧一斤,还是落铁的烧,大多数的颜色都不漂亮,都是一种像江黄色的一种红色的一种江黄的一种,工艺比较粗糙,实际了宋代耀洲远的风产, 送到耀洲远的生产,停产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部分来购人在这边维持了耀洲远的生产,地方有黄土镇到陈宫镇去了,现在耀洲远的生产了,耀洲停止了没停止了,就没有停止了。 我们调查了,发现了康熙十八年的磁变和银款,一直没有停止,也一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我现在生产的风亏已经改变,所以它完全满足于人力的生活需要。 现在我跟大家讲讲,耀洲远的鉴定,我们再往上讲,就是这个道流湖,刚才说的四十万云榜就是这个道流湖,就是这个道流湖,这个道流湖明显的假,假的非常明显,这个是同山地区好像一个拔队土, 也靠古法罪品,这真的,这真的,这个要是这些罪罪的真品。 那么,银国那个,银国的大银魔馆这个颜色比较浓,本来也情绪比较重,而且这个农比,农比比较大,农比比较大,农比比较大,这个道流湖。 现在我们来鉴定那个真假,那么这个,想往下看,那么这个,要主要啊,甲品呢,主要的特点啊,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有几个方面,甲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泰色的北度提高,泰色的北度提高,它是基本上是北谈,或者是灰北谈,就是以那个水调里头,北的水调占主要低,北的水调占主要低,灰的水调,或者也是深的水调,逐渐,它的比较占的比重很小,所以啊,那看出了,好像是北的,好像是北的,那么北的感觉非常明显,北的感觉非常明显,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这个要主要啊,台北很致命,要主要甲品的台北做得很细,因为它有这个传统,他们呢是原来要主要资产的一个姓桥的厂长,他领导的房屋成监,赴了一大批的这个房屋的工人,现在这些工人呢有的退休了,有的自己办机着放来了,国人资产也倒闭了,他们呢就大量的夹困。 所以要主要啊,在社会的领导非常多,大家那个手上那个熟悉当中啊,我建议啊,凡是要主要的东西,大家小心,要主要的东西大家希望一定小心,讲得非常多,很难建立,很难建立,它做得很逼真,很难建立,这个,我倒不是说我们这些做建立的无能力, 而是遇到药都要建立的时候啊,真是要,要,要,要小学,要同家小心,所以呢,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大家注意。 那么,它呢,这个,它配不出那种浅灰色,尤其是做不到恰到好处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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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的颗粒比较粗,它的颗粒加工不锡 摸在右面,你可能感觉到台阶里面有小沙粒 你感觉它里面有小沙粒 所以颗粒比较粗 在放大镜下面能看,看到光泽就好像糯米团针那样 糯米团针对比较粒比光泽,所以这个就是要主要的家庭,台体的结果上 在放大镜下面能看到亮亮的发出来,就像南方的池巴,糯米团那个的光泽 但是现在真的没有这个,真的它是浅灰滩,但是比较温暖 可是它没有浮光,没有浮光,没有弄得很光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它的诱程一般都比较厚 对啊,很多时上荡的,很多时上荡的药粥咬啊,是轻诱啊,不轻量 它要追求那种爱业轻的那个做法,它烧不成,它烧不成 所以呢,它就故意了,把油烧的发污,故意把油的颜色,把油的颜色,烧的发污,发闷,不烫快 但是呢,表面呢,又有一种浮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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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上荡 很多人上荡,这个,你看我们这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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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追求的这个,这个东西,它都是很多人认识的 它没有浮光,应该从,从头到头也没有浮光 要追求的浮光,浮化成分比较高的,应该一般都比较明亮的 但是,它没有这种浮光,那这个就浮化成分比较,就是浮化成分比较 有的呢,在这个克华旁边,又出现这一现象,又出现这一现象 那么这个刀锋很犀利,这个这个现象,看出来这个就是真的 廖州瑶,它是冷买的,它是冷买的,这个,你记得山西地区,在陕西,陕西地区,冷买的 还有呢,这个,这个,廖州瑶的这个,六月十五下雨点,廖州成立去买大碗了 它这个传说,并不是在陕西,并不是我们西安地区的陕西 而是在太远的山西,山西地区流产的 所以呢,它的北方大地啊,廖州瑶出租还是比较多 廖州瑶出租比较多,那个甘肃,甘肃过去叫秦瑶 我们为秦瑶,花了很多的工夫去调查 花了很多工夫去调查,在甘肃啊,在甘肃啊,有一个地图上标了一个吃药铺 标了一个吃药铺啊,我们呢,我跟李慧平,两个啊,这个,从北京封城区区做火车 到那个吃药铺去调查,叫到秦瑶,有一次,有吃药铺,它肯定有吃药啊,这个有去上岔 那个地方,它吃,它那个摇啊,它那个摇啊,它不是,它不是,它是,挖那个摇洞 挖那个摇洞啊,开旅店,开那个摇洞旅店 摇洞旅店那种,根本就没有吃药铺 在那边当地去啊,说你们住摇洞啊,不是,我们这不是找吃药铺嘛 它不是啊,它这样啊,跟那个,毫无关系,这是摇洞 它那个无关系的调查是有多的大碗,现在摇,rh,烧了一场发几万头,因为现在还在烧了 所以他又找秦瑶,就看到这个上旦 但是来,甘守里去啊,秦瑶当然是没有的 甘守 repente就是阿州铺,就是阿州铺,就处处处处似的地方 所以钥匙还是能买到 钥匙还是能买到 钥匙除光正亮 钥匙稀松 钥匙不平等 有明明白白的气泡 能看到明明白白的气泡 加古董右面太整齐 右面太整齐 有过多的中眼 一般看不到 因为它配方的关系 古代的勺咬的缺陷被克服了 它看不到气泡的 腹部或者下腹部 或者口言部分 出现了姜方生的宽斑 整个右面流微乏翠 流微乏翠 出不来那种生成老道的爱业轻效果 生成老道的爱业轻效果 所以这个是咱们第二点 谁还不懂得第三点 就是火石红 要注意啊 一般都有这个火石红 要注意啊 一般都 你看这个江湖是有台湾 对 对 对 一般这个地球啊 露台的部分 都有这个火石红 火石红的现象 因为这个火石红呢 它又叫黄衣服 就是火石红 这个火石红 但是它这个火石红啊 淡淡的 它的火石红淡淡的 很雅 而且呢 有的地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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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地方多 有的地方少它自然解像 它是根本表面啊 出现了减力屋指 在熄火以后 或在那个烧成的后期啊 出现 烧成的后期 空气进去了 这个二次氧化 形成一个 退出的一个 毒色感 一个 应该是磁气的一个缺点 但是要知道啊 浅定了啊 它常常有 这个火石红的现象 平天在鼓动鼓韵 所以使他这种生成老道的爱与青 显得更加的充满了历史的味道 更加让人喜欢 让人喜欢 这个药州药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非常喜欢 有些欧洲人 日本人 还有美籍华人 还有台湾人 他们对这个药州药 我们在旅途饭店 跟他们的文化商会 举行的讲座当中 他们要在他们都可以感兴趣 大概就是希望看到这种药州高原 药州高原出土的这种老道的 这种优势 跟我们现在世界非常远 有一种历史的清静感的关系 有历史的清静感 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他们对于历史 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一个民族 常常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 我讲课的是常常历史历史历史 我觉得讲历史比其 比较其他的大坎 坎大山产也有味道的多 大概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这个霍世宏呢 就是他增淀了几天古运 但是张国董做不出来 张国董在70年代 一概没有霍世宏的选择 底下就是北北的台湾人 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 1990年以后 那个霍世宏有两种 一种它真是烧出来的国家的霍世宏 所以这更要小心 它烧出来了 那种淡淡的 自然出现的霍世宏 它烧出来了 这个就要从其他的台体 雅各方面来建议 那么这个 这个假的那个 这个霍世宏呢 还有一种 就是它想 拿这个一样 从一种浓浓的降色的东西 头上去 非常均匀 非常整齐 非常明亮 那么这个霍世宏肯定是现代的 就是太露骨了 太露骨了 所以它也不做好一点 它一做 它这个变化带有规律性 带有规律性 大家一看就明白 大家一看就明白 所以 根据这个时代的演变 时代的演变 判断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 它是造成白宋的形状 也不要注意 那个老板说 这个绝对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那么 那个华文呢 刻的啊 这个 就像现在的石匠 在石头上刻画一样 在石头上刻画一样 刻的粗笨 刻的没有刀锋 那个 线条不流畅 华文呢 写的粗笨 这一个特点啊 我们就教大家一个诀窍 这是别的地方呢 很容易看到的 但是呢 也不为人们所注意的 就是要这样的 碗的背后 有那个 随意刻出的闪骨文 随意刻出的闪骨文 我现在啊 大概这些古董上次啊 可能还没听我讲 可能还没做出来 还没做出来 还没做出来 那个闪骨文 那是闪骨文 闪骨文呢 它是这个 就是在这个 碗的背面 就在这个 碗的背面 碗的背面 这个 这个底边啊 它随意的刻出来 刻出来 它其他旺旺的做完了 那它这个呢 随意刻了 随意刻了 可以呢 就像那个扇子 就让我们呢 一把扇子打开一样 把扇子就这个闪骨了 那么 这个 要这样呢 它是 真是很随意 它是 有的刀 剩下了刀 剋的刀 剋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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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的刀 剋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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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剋得越 比较 suficiente Sau 还有呢 这个两个闪骨之间的跻里 有的比较宽 有的比较宽 有的比较宅 那个啊 就像我们孔子说 骑时而随心所欲 不欲倦 它就是 可以随心所欲 而不欲倦 骑了一种很好的 自然的 一种装饰 一种自然的装饰 但是现在加古董 一个刀锋很深 可以的很深 第二个呢 它可以非常的整齐 长短 宽折 那么它都是一样 一个一个排列出来 就好像图案画一样 好像我们现在的图案广告画一样 那这个在这个瓷器的后面出现了 那么再加上它 发无敌的这个亲友 再加上这个发白的这个台体 再加上其他的那个笨作的这个造型 那么一眼就看起来了 一眼就看起来了 它是容易的 尤其是那种非常精美 非常整齐 一丝不够的那种 当你做出来的话呢 它恰恰露馅了 它还不如古人聪明呢 古人腾腾腾都拿到 拿到这个画 画完了就拿过去 画完了就拿过去 已经熟练的 相当的好了 就有一种激情在里面 有一种激情在里面 他们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艺术效果不一样 那么现在他们做的 没有激情 它是为了赚钱 它是为了赚钱 所以呢 它的心眼装在前沿里去了 所以艺术效果就不顾悟了 你只杂不懂得 这点就露出来了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再看 再看 这个 这个水波纹 这个水波纹 这个就是闪过纹 这个闪过纹 你看 它是很自然的 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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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闪过纹 那么这个深 这个很浅 这个就更浅 它就等了 这样很浅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比较 非常漂亮的 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 江湖是一款单 这个刀锋 它 怎么刻 它怎么都 都是 怎么刻 人家的明亮的 这个爱业清 这一称头 相当于 有分量 有分量 这是 这是比较 经代的 这个花博 大博 大博的花博 有一个经代 这个是 白松后期的 虽然这个 这个花已经破了 但是 这个很有 要究竟的 阴味 其实才对于 收藏价值 不过就是 卖古董的 价值 就更高了 这是一个 古的展国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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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潘兹 大家看 这个 要之外的 海尔 这个腿 就轻 特别 这个脚 也是 那么 看看 它那个 头 头 头顶 上面 还有一种 西约碎 大头娃娃 上面 占了你 头 整个一多半 耳朵 都消出来了 这个是真的 你花博 比生肚 看我讲的 这个是 金代 这是一个 小组 橘贝 型的 狮子 橘贝 型的 香组 这个假意 非常 特别 非常 特别 这是金代 你看 这个 这个最明显 这个最明显 这个 生姜切开了一个 蚌 这是 刻花的 盖子刻花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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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米丹 这个米丹 米丹花 这是 要主要 防紫钉 这个要主要防紫钉 这个还不算太好 非常好 非常仔细的 因为我们那个 故宫内 生意中担当 生意中 天生的 决生持续担当 它就一个 要主要防紫钉 防得非常漂亮 对吧 这个香港 有很多人上班 有一个 这个 有一个朋友 大概 花了三十多岗港币 买了一小盘 买了一个 紫钉的小盘 紫钉的小盘 结果拿到北京来看 不是 不是 是 是 要主要的 要主要的地域 跟紫钉 跟那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紫钉 差异 他主要是这个 是粗 他的财力比较粗 这个下面 商业不整齐 商业不整齐 这个右面 比较 比较 广亮 这个还不算好的 比较 做得真好的 要共工 掌取的生意 生意中 嫌出那个 绝证掌揽 那个 是这个 掌取 这个 要主要防 这个 对吧 这是我们故宫收场的领域 培从后期的 培从后期的领域 要主要 这个外契 这样子 钉墙 这一钉墙 这就是我们大家离西来去吸引墙 钉墙 这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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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比较热 太热了 我们那个 要主要的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讲 没办法接个讲 我们来把这个 这些 其实这些领域 在我们那个 学习和收场当中 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这个 池多尤啊 他的这个 在这里也才把十倍的 寒丹寺 河北省 寒丹寺 寒丹寺 河北省 寒丹寺 他应该是属于池县吧 这个 腾城镇 在那个临水 还有一个临水地方 还有呢 东爱口 西爱口 东爱口 西爱口 东爱口 西爱口 那么这个生产非常繁华 而且时间很早 这个地方生产的历史非常早 找到什么时候呢 找到它那个池县附近的甲壁村 在甲壁村这个地方啊 它也是属于池县的范围 甲壁村这个地方的村 发现了隋带的 隋带的池压 甲壁压 隋带的池压 那么它的这个胎井 植地 用了这个泥料 这些元素 它的这个结构啊 都是跟后来的池县压都是相同的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是就是它的时代比较早而理 或者时代比较早而理 现在我们把池压压放起来好吗 那个 北宋后期呢 它形成了一个 以白油荷花 北宋后期啊 出现了一个 以白油荷花为代表的 以白油荷花为代表的 这个 这个 啊 以白油荷花为代表的那个 呃 呃 那么在北方地区啊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那么以这个池压为特点呢 它的工艺影响啊 是半个中国 半个中国 所以呢 你看 这是我们 我们国家 宋代历史上 预模最大的 就是 分布地区最广泛的 一个池压 你看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那边 那边到瑞宫谷 那边到瑞宫谷 那边到瑞宫谷的池峰 啊 瑞宫谷的池峰 就受到这个 啊 这个影响 还有呢 西边呢 呢 甘肃 甘肃 南东的阿甘政 平江的华庭 啊 都受到 呃 都受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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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下的池峰 也受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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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啊 山西 啊 呃 这个 呃 都这个 生产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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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几个大的特点 影响到全国的 风格独特的吃药体系 杂根于民间 它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情绪 它们传统的装饰艺术的雕壳画 雕壳画 娄嗦 铁花 豪壽 等方面的 很灵活运用 都很娴熟地用在瓷器上 很娴熟地用到瓷器上 不但数量大 而且很灵活 使得民间 吃药的生活 使民间瓷器的 艺术丰富多彩 富有情绪 把中国水域化的 艺术和瓷器相继合 把中国水域化的 艺术 跟中国瓷器工艺 增加了瓷器的民间品位 增加了瓷器的文化品位 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精神 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精神 此对 它不但影响到我们 中国北方地区 刚才说的就是 甘肃 比如像陕西 山西 河北 河南 瑞蒙古 这些地区 而且 影响到远海地区 福建 福建有一个生产瓷器的风格 最强烈的一个窑子 叫瓷窑 叫做瓷窑窑 对瓷窑窑 完全学习瓷器的风格 在当地生产出来 生产出来以后 缘消到日本和东南亚 过去 日本和东南亚 很多国家不认识 不认识这个窑 有的人就把它认为是瓷窑 有的人就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瓷窑 但是呢 我在1979年 在福建考古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个窑 就是海边 这个海边 这个窑窑非常地大 就到海边 哎呀 已经天都晚了 捡了很多的 很多很大的 这个窑窑 捡了很多的瓷片 而且那个瓷窑 生产出来就可以装传 它的瓷子要出 比瓷子要出 但是绘画风格 完全是瓷子要的那一条风格 也有刻画 也有银瓦 也有彩画 还有呢 它的这个 这个北游刻画 它有一些海洋动物 海洋动物在里面 所以日本呢 做得很惊奇 日本呢 就把有一本陶瓷书啊 就用那个 呃 瓷窑呀 泉州 就瓷窑 瓷窑 瓷窑 瓷窑的这个瓷窑 一个瓷窑的做封面 可真的呀 这个瓷窑的影响之霸 那么他们呢 呃 都不认识的呀 都不认识 我们国内的 很多学者呀 都不认识 很多学者都不认识 正好啊 我是头一年呢 刚刚这个三个月以前 啊 三四个月以前 我到福建去刚刚发现 把那瓷窑就拿回来了 结果后来我就出国到日本了 到日本呢 这个日本呢 就在一次这个 清山学院大学 一起讲课 也讲课 讲课的时候呢 听我讲课的语言啊 都比我数字大 那么他们摆除了瓷窑 摆除了瓷窑 这些什么 而且有一大波罗之间 在日本政府的 在福岗啊 在东京啊 在京都都有 中国的 他们在介绍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说 就是这个啊 这个 是哪个 这个文件 十打十打 这个文件 文件 文件 叫慧唐津 啊 这个 呃 朝鲜呢 朝鲜半岛生产出来的 仿词里面 叫慧高利 啊 这个 呃 还有叫 雕山岛 雕山岛 泰国呢 叫松葫芦 泰国叫松葫芦 这些啊 都是词周遥啊 在里影响所及 啊 影响所及 第二个呢 就是词周遥的品种啊 极为丰富 在普通词剂的基础上 生产的白词 白词 酱油池 黄油池 君池 还有方定洋的白词 方直定的白词 方直定的白词 方直定的 方直定的 酱油池 脚胎池 三材又桃 白诱黑花 白诱嘴花 白诱图金 啊 白诱图金 还有白诱酱编 啊 这个是 啊 这个词得了 这个词得了 这个 啊 今天啊 今天下了以后就下决心了 因为太打仰大家是这样 太打仰了 下决心了 我还挺满意的 我还挺挺挺的 因为我有朋友 也是我学生生 脚胎是山彩幼桃 白柚黑花 白柚嘴花 白柚图金等 还有黑柚图金 这是白柚酱斑 黑柚酱斑的瓷器 还有红玉彩 兔豪斩 还有兔豪斩 还有刻花 画花 梯花 这个是刻花和画花结合 刻花和画花结合 这个就是白柚绘花的瓷器 白柚绘花 这个是白柚画花 这个就是它的原料 大青土 你看这个就是原料 它那么粗的原料 它能做出这样影响这么大的瓷器来说 它终于它独特的地方 终于它独特的地方 大家 各位朋友 为什么我带着这个词面呢 请大家看了就是你们大家看大青土是什么东西 有细的 这个就是黑柚图金 黑柚白图金罐 这个黑柚图金罐现在充满于欧美市场 买这东西非常的贵 我有一个台湾朋友 他在台湾买了一个黑柚图金罐 他说它买的是相当于四十万港币 但是一般没有那么贵 一般在国内呢 这个价钱呢 也是几万块钱就可以了 几万块钱 但是呢 硕士比赔买好 一定是赔买一个黑柚白图金罐呢 是十万港币在香港卖得九十万港币 这个呢 就是一般的本性 就是我们普通的老北西人 他们总统这个努力的 这个池座要的淀土 我们看池座要的第二点 池座要原料 就是这个白方赤土 是甘赤土的一种 就是大青土 大青土就做原料 大多数的原料非常的粗,大多数的原料不是很粗的,只有少数的原料开出来比较细,加上精细的加工和弦细的技巧,有的杯子少数出来可以和定要杯子相比美的杯子,精细杯子,但是它不代表持周耀的工艺, 它不代表持周耀的工艺,它只是徐定谣烧出来的那种精细产品,精细产品是工艺水平比较高的产品,但是大多数还是这种粗放的这种事情,而且此之后还有一个它为航海烧航海的仪器, 就是中国古代航船从南宋里面到原厂,它基本上是三位定向,第一是井无定向,就是航海的原线有什么山,有什么橡皮山,老虎山,还有牛肝山,它的一些井无定向,第二个地方是北斗西, 北斗西,北斗西,北斗西的那种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用那个子弹针,用池针, 池针呢,这个比较好的大的航船呢,他们有南宋那种子弹鱼,子弹鱼的操作,但是一般的邻间呢,它是用那个池针,池针呢它是在一个碗上面, 這個瓶子要做到一個碗上面 碗呢 在碗中間 碗中間有三個圓圖圖 黑的 黑的 用那種毛皮 其實很帥的 三個圓圖圖 這個畫上一筆 放上水 水就把瓷針漂浮在上面 這上面是瓷針的水 水上有一個瓷針就漂浮在上面 瓷針的一頭是白 一頭是藍 根據這個瓷針 瓷針的資產引力 這個變化 它看出它的軸道 看出了軸道來幫助航船 走進方向 所以這個東西過去我們都不認識 我們認為這沒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裝飾 就是一個很粗的一個裝飾 後來在圓海地區 在圓海地區發現很多 這個地區島嶼上發生很多 後來在印度尼西亞 在菲律賓 在印度尼西亞 在那些地方上 發生一幅瓷釋 用瓷釋網 瓷釋網 經過我們一個老的研究員 過去舟研究員 老軍研究員 寫了一個 指南針的航海船征的考證 航海船征的考證 那麼我後來呢 在它的基礎上呢 我也寫了一篇一章 我們中國十二世紀的航海的發展 和陶瓷對外的輸出 和陶瓷對外的輸出 其中就談到這樣的氣候 這樣的氣候呢 它是三位定向 三位定向 其中這個就是尺度也燒出來了 所以現在呢 尺度在窑市裡面也有發現 以前呢 這個碗呢 這麼一個碗呢 在這個古董市場 大概五十塊錢 五十塊就買出來了 現在大概知道了 看了我們的書了 看了我們的書 看了文章了 所以現在要四五百塊錢 才能買到 要四五百塊錢 但是四五百塊錢也不貴 也不貴 真實也不貴 買到一個研究古代的航海的東西 航海的東西 我們那個老科學家呢 他已經去世了 他生前還做過試驗 很想做過試驗 他就放在水 放在那個 有池燈做出的那個 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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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浮標 那個浮標 然後呢 拿到那個船上去走 拿船上去先到綠河 然後呢 到海邊 海邊讓漁民用 漁民用 它這時候就變好 它這時候就是 隨著那個 航船呢 走的時候就游多 它反而變好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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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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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鐵裡的 和海邊的方向 那 本身呢 就 這個 第三點 就是原料 就是乾脂土 就是一種大青土 乾脂土當中一種大青土 第四点就是为了克服原类的粗畅 吉弗使用化妆涂 吉弗这个磁色的最大的贴点就是使用化妆涂 这个化妆涂叫粗磁细作 粗磁细作化妆涂 化妆涂叫粗磁细作 你转往下放 你看这个底部就是这种大清水 里头就是这个大清水的粗粗的 但是它做出来以后化妆涂还是相当的漂亮 它开花开得很随意 开花开得很随意 这个笔记本上面 开花开得很随意 开出了这种涂水浮游 这个花很粗犷 它这个是加了化妆涂 就加了化妆涂 没有化妆涂它除了什么好笑 什么叫化妆涂 化妆涂就是一种细白的 细白的实际的化妆原料 实际的化妆原料 化妆原料 那么实际的细美的化妆原料呢 它是用这个磁土提炼出来的 要用这个磁土提炼出来的 北方提炼 就是提成高粒的 它多次淘水 淘水把杂质取得比较近 因为它在这个淘水池里面 化那个表面上那一层 表面上那一层 它款出来 放在钢里头 还做了放在钢里头 让那钢里头沉淀了一个 这个细白的泥浆 细白的泥浆在配上一些泥土 配上一些泥土 那么调成很犀利 调成很犀利一种原料 原来就抹在这个粗条的磁材的表面里 然后这种装饰 再画花呀 啃花呀 雕花呀 它们做好 做好了以后呢 再上了一屋 再上了一屋 这个紧背细腻的化妆图啊 对这个有很好的称头作用 有很好的称头作用 这个 因为它使它这个 那个肥油啊 很肥净 而且呢 也并不感觉到很粗糙 所以就是 除此细作的一个工艺 除此细作的一个工艺 那这往下看 这是一个这个 其中央的 这个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 白色的枕头 这是在白色晚期的 出现了珍珠底的画花 这是珍珠底 珍珠底的画花呢 是受唐代的经营器的影响 是受唐代经营器的影响 这个啊 这是布公收藏的 布公啊 看来在清朝啊 就已经收藏了 实际上的作品 因为啊 这个 在徐通典里面 这个通典啊 还有一本事叫徐通典 徐通典里面 记载着啊 这个 原代以来 原代以来 明朝 清朝 辞职啊 都向宫廷进货 都向宫廷啊 进货这个 这个 瓷器 那么在 在故宫的地下呢 在故宫的地下呢 经常一发现啊 这个 施工的时候 故宫的施工花队啊 也经常发现 瓷子的瓷片 而故宫发现 瓷子的瓷片呢 大多数啊 是那种 酱缸 酒缸 酒瓶子 那些东西 除产的气 但是知道 这个故宫里头啊 他也有好几千的服务人员 他不是房子有九千 九千九百九十九千半吗 他有一些那个 原代强西的那个杂质房 杂质房 他有一些这个小的 小的地盖的房子 像那个十三排 南十三排 北十三排 他是在工厂外面 工厂的外面 但是那个黄城呢 在黄浅一里的工厂外面 一排一排的房子 他都是那个 秦大人员做的 但是武装力量 就是静卫军 静卫军在不住在里面 静卫军不住在紫禅城里面 是隔着啊 那个神龙门外面 不是有桥吗 金水桥吗 中间是一个富城河吗 富城叫桶子河 桶子河外面呢 就相当于现在的景山 景山现在在故宫呢 不是要进故宫里面 叫做这个景山前街吗 景山前街呢 原来是一派房子 原来是一派房子 那一派房子呢 就是他的御令军住的 他御令军住的 那个张成日记 法国传教士啊 这叫他的中国名叫张成 回到这个 法国写了一份遗迹 叫张成日记 那张成日记是研究的 清淡康熙时候啊 这个非常宝贵的 外国人写的这个质量 他就提到那一座 有很多的房子 而且呢 御令军呢 在我们助长 那么有一次呢 这个 因为梁响的问题 分背不均 还有呢 太监呢 扣扣了这个梁响 那么 这个御令军在里面造反 康熙在里面 正在听访 传教士啊 这个这个 跟他讲数学 那讲数学呢 康熙知道了 知道了 有点动赖 但是还是忍耐着 让这个传教士啊 走了 走了以后呢 把那个头头叫进来 说你们什么事啊 那头头说 哎 不知道这万税也有能力 这个这个这个呢 他说行 他说那你们呢 这个这个现在 你们的两千少了 我那来过问一下 帮你们两千补齐 你们还是回去 讨好好的这个 而且看看几年啊 或者到明年过年以后 我给你们加薪 那么就平息了 就大家过顾能力 这个回去的能力呢 康熙一下 就帮他一个头载 帮他少了 所以康熙手段很成立 嗯 这叫 这叫 沙衣井北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铸头的船子 先高烂 那看到 这个是法国船舷史的船舷 你看这里头 这个这个是这个的枕头啊 他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有这个 这个皇帝啊 天皇啊 他提的丝 那么这个啊 你真正是提这个 说明在这 这个这个提这个东西啊 他有手提 那这个叫 珍珠底 珍珠底画花 珍珠底画花 珍珠底啊 珍珠底画画 那么各位朋友 看看那个珍珠底画画 看这个珍珠底是怎么做的 你看 它是鲜壳的花纹 鲜壳花纹 就能用海塘区间围起来 那个装饰区间 这个可能是整整头的 整头的 所以呢 它这一部分是空的 那么在这上面呢 钱可以比捡逼牡丹 或者月季花 或者什么的花费 然后在这空气里头啊 可以做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圆圈 大家一定会想到 这个圆圈 大概是很容易做吧 你要怎么做的 你说说是怎么做的圆圈 这应该是 我们会找上去的 找上去 我说人家对你把刀 你把刀放上去 那边就算了 我们还能做 赚钱 赚钱 小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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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还有什么朋友 你说说 你把刀里头怎么做的 他这个吧 是用一种 建筑的 学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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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